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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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得配粽子 粽子口味千千万 但在南京 一定得是小脚粽 在侯庙 无人不识偶妈 虽然偶妈的店 极其非常无敌小 依然挡不住那些 热爱偶妈粽子的人 今天这个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还可以 可以 阿姨一边咬着 就帮我做手 一边说讲话 看来今天是不是 客人订的比较多 对 不错 偶妈的本名和偶字 毫无关系 但架不住 她的蜜枝偶做得出名 于是偶妈的名字 就这样诞生了 在偶下室的季节里 粽子成了当仁不让的主角 于是爱做偶的偶妈 无缝衔接成为了 爱包粽子的偶妈 我小时跟全家下放了农村 然后我妈妈不会包 每次吃粽子时 她都断个框子 到东家到西家 后来我就不会包 然后在田里拿玉米 玉米一直长得跟粽子一样 然后就弄一把包 然后这个过程呢 我就记得心里面了 然后后来嘛 就记得婚了 到南京来 是吧 然后就为了生活嘛 然后想想 也有种子可以做啊 后来吃了 然后就买了椰子 然后就这样 就为了生产嘛 许是小时候这段经历 太过深刻 包好小脚粽 成了偶妈三十年来 一直在琢磨的事 我负责包 负责进货 就是进粽液 进这个香蛋 然后肉 就我负责去 然后米呢 我自己去出去 我们点名推 我就不喊人家送 喊人家送 有时候 我还怕它放在 那个下面呢 好吧 见到地区 怕会没 眼见为食啊 对对对 我就不放心 这粽子要下锅 最后煮的两时间啊 做我看一颗 这样子的话 要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做我看一颗 就是滚的 塑的就不适得了 塑的就是要 三个半小时 要三个半小时 小小的一个手工粽 做起来的细枝末节 偶妈能说上半天 六十八岁的偶妈 和七十二岁的老伴搭档 二十多年的粽子计 从不缺席 可是分支他来的订单 也让偶妈有了些许烦恼 随手拿出来的账本 和通话记录里 都是抛不下的想念 我不要 不愿意收他钱 他就早就把钱给到我了 你看 这叫不人性的 你看 八十四十 你看 三八十万元钱一收 家里是南京的 平时不怎么往南京去 但是呢 孩子们都是喜欢吃南京的种子 他那么相信我 我实在不人性 我再忙也要带人家过 过节自己家里面怎么过啊 肯定得弄一锅冻子吧 嘴里喊着忙 自家的端午节都顾不上 但往偶妈身边一坐 她就是那个 希望你吃上一口家常小饺粽的 妈妈 Now you're gone I can't believe it 一天平时小孩小时 就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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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来洋家 现在确实 就比较当一种乐趣的 乐趣 我就喜欢呢 大家都能吃到 就是我亲手饱的食物 一种 好 好 Time there was And time there will be Where does that leave me and you 欧妈这几天呀 其实已经非常忙了 但是粽子呢 要一直包到端午节后 如果您也想尝尝 手工小小粽 不妨去找一找 欧妈的小店 店不再小 味道好就行 另外呢 文翔一直在直播间哦 记得打开抖音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和文翔聊聊天 如果大家要是有好吃的粽子推荐 也可以去直播间告诉文翔 好了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马上进入今天的明厨驾到